雲端上有一個叫Python3的證照考試 你要不要考當然是隨個人 如果你覺得想要增加一個專業的話 你也可以參加考試 考完之後會給你的證書 第三方公證會發的證書 上面有人幫你蓋章背書 表示你是認可的 不過我要考過也有點難度 因為總共有90題 那你每一題都要練熟 一題只能10分鐘 等於是你現場卡住的話 那你可能就沒辦法過了 那他考試基本上是70分及格 所以也就是說他9題 9題其中第4類他是20分 其他都10分 所以你只要有3題不會錯好像還可以過 第4題不能 第4題是20分 第4題不會錯就20分沒有了 所以大概就是2到3題不會錯還可以通過 OK 所以啦 現在考這個我覺得還蠻好玩的 因為我自己有親身去考 OK 其實熟的話其實不用到90分鐘 大概10分鐘就寫完了 就改完了 會的 當然前提是會的 因為你說沒幾個字嘛對不對 你看到 因為他題目已經預先公布讓你知道了 所以你練熟了 現場一看哪一題 馬上可以反應 寫個1分鐘2分鐘 然後就上傳 1分鐘2分鐘上傳 加起來如果快的話應該不到20分鐘 應該就可以結束測驗了 而且甚至你只要70分 比如說你做達到70分滿了 你想說我拿到證照就好 我不要繼續做 那你可以就交券了 你一樣可以有證照 所以70分一樣跟100分是一樣的 只是說有的人當然 像我是覺得我一定要全對啦 OK 所以我就一定要把它做到對為止 然後只是為了要拍照 有沒有 OK 我對了 那我OK 我要交了 我可以拍個照 我想要記錄一下 他說OK 然後把它拍照 對不對 那也是一種怎麼講 體驗吧 OK 這種體驗跟旅行差不多啦 你如果不是旅行 你看一些電視啊 或看書本一樣嘛 有那種 但問題是一樣嘛 但不一樣啊 那個feel絕對不同的 而且你假設拿到 你就是表示你曾經經歷過 所以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不妨可以看一下 我覺得這個也是一個 還蠻好學習的一個方向 因為它這個證照 設計的我覺得還蠻符合學習的一個歷程 然後題目也有題庫 所以如果你假設不上練習什麼 你就拿著把它練習 我覺得也蠻好的 練完之後 我覺得 而且如果你還考過 我覺得基本上 你應該會有一定的自信心 OK 你不會說 因為有的人學完之後 然後你說你學過 學過 你會不會 還會在那邊很 沒自信心 OK 但如果你經歷過 我覺得一定會有一個自信心 所以這個地方提供給各位參考 那我是把它放在 迴圈是第三類 所以如果你點擊第三類 這個地方就是一個題目 那剛剛講那個偶數連加 它其實就是會有一個說明 題目說明 然後應該是設計說明在這邊 主要是看這個設計說明 OK 那一般當你看完設計說明 你還是不知道要做什麼的話 還蠻常發生的 因為我不知道它有時候 這個敘述 實不達意的狀況還蠻多的 最後我乾脆直接怎麼看 我就看輸入輸出就知道了 輸入兩個 有沒有 所以需要兩個input 然後輸出結果為什麼是3 2 2 我大概就猜得出來 原來你是 而且它有題目 偶數連加 然後我覺得 從14一直加 加到1144 是不是3 2 7 7 1 那不管 反正我練習先打拔 回憶寫說 對 3 2 7 7 1 那就對了 我知道你的意思了 因為有時候你真的是 硬看上面的說明 看半天 好像還是不知所云的話 OK 不過這一題好像還OK 它有講到有一些讓你知道的 所以這個第302題 也許你們時間可以自己寫寫看 應該會寫吧 這題應該比較簡單 我覺得我們之前也有寫過類似的 那再來的話就是 第304題是什麼 回圈倍數總和 回圈 所以 keyword回圈 哪一個回圈不知道 倍數 幾倍喔 有沒有 3的倍數 5的倍數 7的倍數 總和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那如果我看設計說明 看說 所有5的倍數的總和 那其實我假設看不太懂 我就看這邊 21 21為什麼得到50 其實應該可以猜得出來嗎 21 為什麼50 因為它從1到21 中間能夠被5整除的 通通幫我加在一起 所以5應該再加10 再加15 再加20 加起來不就50 對 所以應該懂那個敘述方法吧 OK 5倍的 所以它上面有寫5倍的 所以它應該要回圈什麼 for i in range 然後1 豆點 這個就輸入值 OK 輸入的話可能會需要有個 a等於input 然後把這個a放在stop 剛才要加1 因為它stop加1的話是下一個 然後豆點應該要間隔5 有沒有 所以豆點5 然後把這個範圍之內的找到的值 累加在一起 累加的話應該還記得吧 把那個i的 h加一個ns 等於0 然後ns加上i 有沒有 然後就把最後的結果 print出來 那就得到50了 OK 應該可以知道我在講什麼吧 所以如果 假如你聽懂了 然後你也寫得出來的話 那表示你應該是學會了 但是聽得有點模糊的話 那動手做做看 後面其實還蠻多題的 我只是給各位一些額外的練習 我覺得這些題目都還蠻基本的 而且是真的 是需要懂的 如果你這些都不太懂 那當然你將來使用回圈 就會很大問題 更不要說你將來要用到 比如說爬蟲 比如說有些資料在網路上 那你要把它爬下來 那爬下來有一種其中狀況 就是你知道爬的範圍 那就是一個固定範圍的話 那用for圍圈 那如果不是固定範圍 那你就要畫圍圈 那爬的話可能它資料放哪裡 然後你還要做一些邏輯判斷等等 其實都是一些綜合性的練習 這個我想請各位自己再找找看 像這些題目有時間或許我們可以再來補充看看 像我覺得像什麼308這個 這一題我覺得也還蠻可以練習看看 這一題的話就是回圈位數加總 那什麼回圈位數加總 所謂的位數加總就是說 你輸入什麼呢 輸入98765 它必須把結果total加在一起 比如說98765 那total為什麼是35 應該可以猜出 就是9加8加7 加6加5 total就是35 OK 那怎麼樣可以寫出這樣的一個程式 如果有時間的話可以玩玩看 這是第三類 OK 那第四類的話就是等於是綜合性的 綜合性也許你們也可以再試試看 我覺得這次題目出的都還OK 那這邊是額外補充跟各位講說 有這個資源可以稍稍練習 那以目前來看 因為Python的證照其實應該會蠻夯的 因為現在大部分很多公司行號 其實都還蠻希望大家會這方面的技能 所以如果你有取得的話 那表示當然你有這方面的專業 那提供給 這個證照呢 如果你想知道它的相關訊息的話 你其實可以找一下TQC Plus TQC然後再一個加號 Enter一下 TQC加 然後這邊的話就會有一個 這個是一個電腦技能基因會 這個是財團法人的 然後他們這邊的話點擊進來 這邊有個認證內容 上面有個認證內容 其實就是他們加目前的考試的證照類型 那這邊當然有什麼AutoCAD 或者是說有那個 其他還有像一些 Sallyworks 那其中還有程式像Java的 還有Go的 Go房子比較新的 然後CShop 底下的話還有就是Python Python在哪 Python 這是Videobasic 然後 Python是不是在 Python 在這裡啦 OK 那目前的話 這邊總共有幾張呢 有一個 兩個 三個 四個 四個 我剛剛Python的 OK 那其中的話呢 我剛剛介紹的就是這一張 就是程式語言Python OK 然後 剛剛他有一張基礎的 基礎的跟沒有基礎相差在哪裡 這個是考九類 這個只有考五類 所以他考的比較簡單 他考前面五類而已 你們剛剛有個目錄對不對 他考五類 所以如果你只是想要拿一個證照 上面有一個Python 然後有幫你簽名蓋章 那考這個絕對最簡單 因為難度最低 OK 然後這個的話是考爬蟲 比如說爬紙網路資料 其實我們後面進階的部分 也會 就大概類似像這樣 這樣的一個題型 然後 其實我們的題目也大概跟這個蠻雷同 所以後面的話 也許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像這個考其實都差不多 就是我們進階內容的類似模式 未來如果你還要想要學AI的話 這邊還有個Machine Learning 機器學習 AI的證照 OK 那未來也許我在想 它應該未來還會有像那個 TRAG-VT的證照 我在想應該也會有 因為這都蠻當紅的 然後還有像什麼 不過是階段性的 我覺得按部就班 因為機器學習的前面 如果你這些東西都不會的話 你其實更困難 對那只是建模嘛 那你建模之後它就跑 那其實我覺得到也還好 只是說它的難度一定會 比前面這些都還要來更困難 那這是很有趣的啦 以後如果你AI部分也OK的話 那其實可以做非常非常 因為各行業都在想AI怎麼導入到哪個 有沒有 我發現現在只要加個AI 哇 那這東西就非常非常夯了 哪怕裡面是假的 其實也是 我發現有些書上面都弄一個AI 那裡面翻一翻 欸奇怪 講AI好像就很少 但至少它就是被看到了 OK 所以這個可以再了解一下 好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再回到剛剛那個地方 因為剛剛想到就是說 這些東西其實都有關聯性 而且很多其實是可以再讓你往前去推進的 那接下來的話 我們把剛剛那個 只能拆三、四部分 再把它稍微講一下 剛剛是把那個 壞回圈改成負回圈 可是如果我假如說 我不希望 讓它改成負回圈 因為負回圈 因為有時候加上去感覺好像結構又破壞掉了 所以如果你覺得說 老師我希望保持原來的狀態 只是在原來的狀態下 再加一個變數 所以第一個 我們加一個C等於0 那這個C等於0有點像我宣告一個變數 它就是C 那這個名稱自己取啦 比較硬要C啦 有時候習慣叫Cont 或者你叫Cnt也可以 反正C是最簡單的 OK 然後呢 C這個數字 你變成說 你一定要在這個回圈的最下面一行 通常啦 我們現在最下面 為什麼這樣 因為它跑完之後把它加1就可以了 所以我習慣就把它放 一定不會有錯 所以C這個值 我們把它C等於什麼 C加1就可以了 或者你可以寫成C加等於1啦 OK 那我是覺得寫C等於C加1 應該比較好理解啦 或者你寫C加等於1也可以喔 為什麼要這樣寫啦 就是因為像那個Java裡面都這樣寫 所以以前如果你有學過Java 這還蠻親切的 但是C加等於1等於C等於C加1喔 只是說啦 我發現有一些程式語言好像就習慣寫這樣 因為這樣比較好理解 後面加完放前面的意思啦 OK 所以喔 如果它拆了一次之後 拆完了把它加1 所以理論上它拆一次了 拆兩次了 拆三次了 好 那我要再拆三次就要攔截它 所以怎麼攔截 想要攔截這件事情有沒有 那你就要做一件什麼事情了 攔下來它 就是一個有點像門禁管制 那你就加一個if啦 if if有點像一個怎麼講 保全的機制嘛 OK 擋下來 好 如果你的C假如是已經3了喔 不過理論上有時候會習慣寫大於3 那你說老師不可能大於3啊 因為加到這邊 我如果break掉了 那不會再加了 我好像也有 好吧 我先寫大於等於3 大於等於3 如果它C的詞喔 它是已經是大於等於3的狀態 冒號 那我就把它擋下來 擋下來最簡單的方法是什麼 就讓它跳離就好 就break 好 你不能再拆了 停 離開了 所以喔 如果你一直跑一次 兩次 三次了 到這邊了 有沒有 它有沒有可能等於3 有 好 那break掉 但是 還是一樣的問題 那個跟剛剛for一樣 你直接跳離之後喔 你沒有注意到UX UX就是使用者的心情 你突然就提 離開了 就像說那個男女朋友分手喔 一句話也不講 就找不到人了 你會怎麼辦呢 你一定會非常難過嘛 你至少跟我講一下吧 OK 不然你就一聲不響就走了 OK齁 我就是打個比方 然後呢 所以最好是怎麼樣呢 最好是 在這個break之前 就跟他講一個敘述 你已經拆三次了 而且你還沒拆對 那我直接告訴你答案吧 所以就是剛剛那一句話 有沒有 我們剛剛不是有一個敘述 那個敘述 那個敘述就是在衣服這邊 那我把它才會摳過來 所以把這一段話怎麼樣 一樣把它移植到哪裡呢 移植到那個break的上方 OK Ctrl C一下 那至於這一段話怎麼敘述啦 我想你們自己可以再改沒關係 因為這只是一個UX 所以UX就是你只要讓人家覺得說看起來懂 然後又能夠很清楚表達 然後就OK啦 所以這個我覺得 加在這個地方應該是適當的 OK好 那這樣的話我們來試一下 所以喔 利用這樣的方式執行 那是不是三次 假設應該沒有那麼幸運 一次就猜中 我就猜一個 那假設三次了 OK 1 2 3 Enter 那應該它會 再一次有沒有 它就會跑到這裡囉 C等於C加1 它這個時候已經1 2 3了 然後它有等於3了 所以print告訴我 喔 猜錯了 只能夠猜三次 欸 居然恭喜答對耶 哈哈 有點太幸運了吧 不然我就故意猜一樣的東西 那就不會了 OK好了 好 有沒有 所以喔 答錯了 只能猜三次 答案為2 有沒有 OK 那這樣的話呢 最後這邊就break 就離開這個回圈了 欸 那相對的話 這樣感覺應該會 就很順 OK 所以有時候寫程式 還是要考慮到 那個使用者的心情 這樣的話 人家弄起來也是蠻愉快的 所以 這個地方喔 當然跟剛剛那個FOR迴先比起來的話 哪個好呢 其實好像看起來 如果這樣來比較的話 如果破壞原來的程式架構的話 好像用這個方式好像似乎比較順一點嘛 OK 但不管哪一個 OK 我覺得你自己想出一個方法 你覺得比較順 也許老師我覺得剛剛改FOR迴先也不錯 那 這樣子 OK 那最後還有一點 因為同學還是會有 之前我寫完這樣 同學就會說 老師你寫成大於等於 可是明明只會等於啊 你為什麼寫大於等於 那是不是應該把它改成等於會比較好 其實我覺得這兩可啦 因為反正大於等於也包含等於也包含大於 那我是說假如可能一種狀況 就這個程式 他沒有 不會應該也不會break 只是說我覺得萬一 所以一般的習慣 我都會寫成大於等於 但是如果同學看了就會覺得 對啊 老師我明明怎麼看都不可能有大於的機會啊 那你寫成這樣他就會抓你的腳尖 所以其實沒有關係 好沒關係 你愛寫成等於等於也可以 這是兩可的 所以有的時候我覺得 你有注意到的是好事 但是不要抓牛角尖 有時候程式是需要很注意 但是不要抓牛角尖 有時候常常問我說 老師為什麼你不這樣寫要那樣寫 你要高興怎麼寫怎麼寫 對就好了 因為有時候你將來齁 再寫一個專案 人家不會看你程式怎麼寫啊 人家只看你最後執行結果是不是對的 OK 所以請各位試試看 把那個 這個 就是剛剛的這個 後面再加上一個 就是計算它的數量 的一個變數 方法二部分 那底下當然也有一個 有其他的變化題 比如說猜拳小遊戲 剪刀石頭布 這個我想 你們可以延續剛剛的這個方式來寫 那我這邊是已經寫好了 只是說你們可以再想想看 剪刀石頭布怎麼寫 比如說跟電腦玩剪刀石頭布